冬华协作踏上 折燕紧皱着没为冬华把折脉 怎么样 这当时人无视了满身的伤痕 淡淡地开口 折燕离了冬华的手 你明知道逆天改命的后果 怎的还这般的不要命 小九又没死 你又何苦这番的折磨自己 这番逆天改命顺带着九儿飞升的天节 心许飞升上神后 九儿的元神会早些醒来 冬华抬手抚摸着腰间的虎尾 不过是沉睡 当年夜华睡了三年 莫冤睡了七万年 几万年雨你不过是蓄于一顺 我们都不怕 你到底在怕什么 折燕顾摸着眼前的东华帝君只怕是疯了 他们都等着 他在紧张些什么 正动手为东华疗伤 却听得东华淡淡地说了句 如果躺在青秋狐狸洞的是你家的那只公狐狸 本帝君倒是很好奇你的反应 话音刚落 一旁正在饮茶的白针 扑的一口 将刚入嘴的茶尽数喷了出来 向屋内人表了个歉意匆匆逃离了太成功 不过倒也不枉太成功此行 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收获 东华帝君当真惹不得 折言为东华疗伤的手顿了顿 万赏干脆收了回去 本上神以为帝君的伤势不重 不需要本上神耗费灵力为帝君疗伤 只见东华挑了挑眉 那就劳烦上神为本帝君上要吧 话音落 屋内一众有眼面而笑之人 沉默已久的莫渊终于逮折了个机会开口 折言 虽说你是天地孕育处的第一只凤凰 但你是只有皮的凤凰 在座的好像都明白了些什么 齐刷刷地望向东华 只见东华瞥了眼莫渊 不紧不慢地接招 虽说你莫渊是天族的战神 但你似乎忘了 没有他就没有你 莫渊约住了 半赏从座上起身 帝君 昆仑须还有些琐事 先告辞了 说着前脚已跨出了太成功 身后传来冷冷的两个字 不送 连送看着眼前一幕 张大了嘴 从来就知晓东华帝君言辞犀利 吉尔格却是第一次见着东华 他一下就说跑了两个 说弄了一个 承宇打了个哈欠又伸了个懒腰 这才睁开双眼 抬手挡了挡刺眼的阳光 换来小仙鹅 这是几时了 小仙鹅恭敬地行了礼 答答 回元君 已经四十了 承宇撑起身子 从踏上坐起 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这就从天上是有人在历劫吗 我好像听到雷声了 那小仙鹅屈膝音道 使诸仙台 听说是东华帝君在逆天改命 那三生时尚不单有了帝君的名字 还有了元君你的名字 这下陈玉是彻底清醒了 慌慌张张从踏上爬了起来 不及小仙鹅换装梳妆 念了个诀就理了自个儿的服饰 面貌 静止取了太成功 东华呼感体内气血逆流 左手本能地按上胸口 一口鲜血就做事喷了出来 折眼总归是很不瞎那个心 抬手摸上东华的脉搏 伤成这个样子竟然还用法术压着脉箱 要不是伤势加重 只怕你是不打算让我们知道了 东华抬手失去嘴角的血字 撇了眼折眼 知道了还不疗伤 折眼无奈地摇了摇头 连着天地孕育出的第一只凤凰都自叹不如 抬手运气 引出一团白色的仙泽 将东华围住 宫门外 承郁冒冒失失地冲进了屋内 见着屋内的衣干人 弄了愣 半赏方才想起有李树这回事 承郁见过东华帝君 天君 天后 折眼上神 白纸上神 白玉上神 一个个名号爆出 最后余光一瞥 瞥着了一旁脸色阴沉的连颂 这才信信地唤了声 三殿下 东华抬眼 看了看屈膝行李的承郁 道 元君这可是姗姗来迟了 承郁也不等 免礼 二子 直起身子 轻易连步 朝前走去 三殿下 您自个儿怎么不去 啊 连颂愣了许久 在东华的提醒下 这才想起承郁这通气的由来 承郁啊 我这不是没想到这一层吗 承郁轻哼了声 两步并一步 上前抬手就揪着了连颂君的耳朵 朝宫门外走去 连颂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不行象的 抬手就捂着耳朵 哎哎哎 你倒是轻着点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只见哲言的嘴角抽了抽 不仅不慢地说道 还真是对冤家 说着 平了手中的法术 从腰间摸出一个小玉瓶 掀起盖子 到到底也就只有那么一小颗药丸 不舍得忘了眼 伸手递到东华面前 嘴中振振有词 这药金贵得很 我花了数万年也就练出了这么一颗 你 话未说完 东华便接了药丸吞下 运气调息了会儿 周身果真清爽 嗯 要不错 折颜艰难地吞了口口水 大抵是噎着了 白纸见着氛围怪异 还是决定帮着调和调和 输了输紧着的眉 开口 帝君 你这番逆天改命 身上的仙法还剩得多少 很显然 这个话题是一错了 只见东华抬手使了试法力 道 八成 不过对付你还是足够的 白纸终于选择了沉默 还是不说话的好 半上 东华从踏上起身 披了剑紫衫就出了太成功 屋内人只闻得东华半空中的传音 久而飞升上神了 而等不打算去看看吗 屋内人快速对视了一眼 纷纷随着东华娶了青秋 尼古守在凤九身边 见着他发散着白光的元神 甚为欣喜 同时又添了些庆幸 想来凤九两次飞升的天结 都是被挡了的 本身也没受什么伤 挤到白光闪过 东华带头的一众就在洞内陷了身 弥古一一败过 让开了位置 哲岩失了法术 又探了探凤九的元神 也不是看到了什么 呼得就愣住了 回过神生的法术 望了眼东华 又望了望白家人 胡帝 小九这儿有我就好了 你们别围在这儿了 小九可能快醒了 胡帝自是见了哲岩的小动作 也没说什么 领着一杆子孙就离了狐狸洞 你发现了什么 东华自然是见着了哲岩愣住的那一瞬 想来兴许是有些奇怪的地方 不经紧了紧眉 八成法术施展追魂术绰绰有余 你自己看吧 哲岩覆手 给东华让开了个位置 东华瞥了眼哲岩 抬手念诀 一道白光从指尖流出 化作银带由眉眼入了凤九体内 带了约莫一盏茶时间 银带方才从凤九体内顿出 怎么会是他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不知道 不过他既然还留有一缕魂魄 这人神也聚得不差了 怎么也得救上依旧吧 我曾是私心留了他一缕魂魄 却不想他积在了九儿体内 东华望着洞外边的蓝天 长叹了声 若要救他 还得先找到他的壳子 在碧海苍灵 东华淡淡地接着哲岩的话 什么 碧海苍灵 你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略带着惊讶 东华瞥了眼哲岩 扯回了话题 要真正救他 还需要借助你的涅槃之力 文言 哲岩警惕地退开了十步之遥 盯着东华 你要做什么 我的涅槃之力确实能助他重生 可你别忘了 他现在在小九体内 小九能受得这涅槃之痛吗 当然 不全是这个由头 涅槃之力是凤族独有的一种重生之力 常言道 涅槃重生 说的就是凤族的涅槃之力 过了涅槃之苦 便又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不过这涅槃之苦也不是任何人都受得起的 就算是凤族之人对之也谈之色变 比如说面前的这只老凤凰 出生至今 就立了一次涅槃 还是在父神的帮助下 刚才涅槃重生 这种痛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凤族血统珍贵 还有思奇异 说是原神被破离了本身 就只能通过涅槃重生了 涅槃之火可燃尽四海八荒之物 同时却又是种增尽修味的好法子 直直若飞为凤族人 被凤火摘了些就痛不欲生 自上古至今 也没有什么人感受涅槃之苦 东华坐在凤酒踏旁 抬手抚摸着凤酒眉间的那朵凤尾 扮上方才开口言道 有我在 他不会有事 哲言又退后了几步 那谁护我啊 我可不愿平白无故地受一次涅槃之苦 东华哼了声 大抵是听出了些滋味 挑了挑眉 说吧 你要什么 恍惚间见哲言的嘴角扬了扬 道 我要挤株碧海苍林的夜忧 这算盘打得不错 本帝君忽然觉得上神的原型不应该是凤凰 看着该是哲言这老凤凰下了个套 那应该是什么 老凤凰上钩了 东华抽了抽嘴角 抬起头 望着离着自己时来不远的哲言 道 狮子 嗨嗨 哲言又被噎着了 我说东华 不过是几株夜忧 有必要这样吗 本上神的涅槃之苦 莫非还抵不上你的几株仙草 哲言缓过气 朝着东华缓了回去 你说得轻巧 这夜忧用下一株就能长万年修为 我碧海苍林虽是仙境 也就不过寥寥使几株 画方一转 又对向了哲言 又是为了你家的那只公狐狸 听着东华提起白根 哲言之下也不乐意了 不过几株罢了 你当真舍不得 虽说东华哲言这群上古神底 经常斗嘴 斗得不可开交 但毕竟还是有情分在 东华看着哲言这番模样 只是气了 也不打算再闹了 我让仲林带他回来之时 也给你顺几株 说着抬手念诀 给身在碧海苍林的仲林传了话 要说这仲林 可是东华坐下的轻信 却不知为何 忽然就被东华遣去了碧海苍林 说是守碧海苍林 其实是去守一个人的先生 从临在碧海苍林一手就是十几万年 把小九抱去炎华洞吧 炎华洞灵气旺盛 对他有帮助 东华未言 算是默认了 抬手就抱起了凤九 出了狐狸洞 白浅拦住哲言 哲言 小九他 你们就在这狐狸洞内等着 我保证还你们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九 不等他人的回应 就随着东华去了炎华洞 这炎华洞是青秋灵气最盛的地方 也曾是白浅当年养着莫冤先生的地方 那旺盛的灵气不单对于折炎的涅槃有帮助 更是可以压制些凤火 不过半炷香时间 丛林就带着他守护了半生的 那具先生和几株叶幽到了炎华洞 帝君 折炎上神 折炎先是小心地收了那几株叶幽 后才接过先生 将之安置在凤九身旁 回过头 又对洞内的众林吩咐 丛林 你就在洞外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是 帝丛林离了炎华洞 东华走到凤九身边 伸手就将凤九圈入怀中 淡然地朝着折炎说了句 开始吧 折炎望着东华的眼神略带复杂 许久才到 涅槃之力非比寻常 即便是凤族人 受着涅槃之苦是千刀万挂之痛 若非凤族人 就是胜不如死 你可想好了 东华挑了挑眉 你何时这番啰嗦了 你是知道的 若非涅槃之力 他们谁都醒不过 折炎哼了声 半场还是决定回东华一句 好好护着小九 他若有事 狐狸洞那一家子可不会放过你 他们再加上你 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 这回折炎确实是多虑了 东华对凤九的情 其实那番的浅 要知道 东华为了护凤九 连性命都舍得出 更何况这小小的涅槃 东华根本没有将之放在眼中 折炎没有再说什么 念觉晃回了自个儿的原形 不愧为天地孕育出的第一只凤凰 光这体型就大了普通凤凰一圈 只见哲言在洞内展翅飞了一圈 便欺在了凤九身后 昂首长鸣了一声 一大团涅槃之火将面前的几人包裹 东华怀内的凤九不住地扭动着身子 双眉紧了又梳 梳了又紧 就连东华也忍不住哼了声 看着怀中受着涅槃之苦的凤九 醋眉 定了定神 抬手从体内引出一团白光 在指尖停留了会儿 边禁术送入了凤九体内 不出多时 凤九便慢慢静了下来 紧着的双眉也慢慢舒展开 只见凤九被一道红光包围 一个淡红色的原神缓缓显出了形 有着涅槃之火的牵引 入了一旁的先生 一瞬间指纹得一阵大叫 祖宗我刚醒来 你们就给祖宗了一记涅槃之火 哲言压下涅槃之痛 愤愤地说道 还不是为了救你 专心点 又是一阵剧痛 几人都不再有言语 专心引着涅槃之火 也不知在洞内过了多久 涅槃之火渐渐弱了下去 凤九体内的那道白光自眉眼而出 回到了冬华体内 哲言也从凤身变了回来 见着那团白光不觉惊讶 还夹杂这些忧心 冬华 你竟然敢用你的先缘去护他 还真是不要命了 冬华探了探凤九的原神 这才打横抱起凤九 撇了眼哲言 不是你让我护着他的吗 石头 多年不见 你惊动了繁星 冬华转过身 少晚 本帝君觉得墨烟有必要知道你醒了 嗨嗨 少晚咳了几声 抡起拳头就要打向冬华 祖宗我方才涅槃 虽说气力弱了些 但是你用先缘护他 这伤怕是不轻吧 这先缘是为先 卫神者最为重要的东西 刚跟妖魔的内丹一般 稍有损伤呢 就得虚些时日闭关 若是这伤重了些 那恐怕就得灰飞烟灭了 冬华不坐停留地抱着凤九出了炎华洞 又是留下了一阵余音 本帝君倒是不介意与你一战的 少晚撇了撇嘴 随着哲言的一句 走吧 出了炎华洞 狐狸洞内白家的那一家子倒显得坐立不安 直到见着了洞外向内走来的人 白浅蹭地脱开了叶华的手 小九 东华将凤九轻轻放在榻上 看着他额前的碎发 紧了紧眉 抬手撩起 半嗓 回过身 对着眼前那急于知道凤九情况的一家子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将话题疑了疑 少晚 你当真要回去 就这会儿 洞内人才发现了少晚的存在 只见少晚这只戏红装 看着到四个仙教良好的仙子 白纸经了经 不经上前了几步 仔细打量着少晚 少晚 你不是 少晚朝后挪了挪步子 本性顿路啊 祖宗我先前确实是死了 不过祖宗我可是知凤凰 晚 晚儿 循着声音 众人的目光 齐齐望向了洞外 哲宗看了眼少晚 行了几步 迎上洞外之人 莫渊 你 不了莫渊竟直接无视了哲宗 召开众人 面带喜色地停在少晚面前 晚儿 真的是你 你真的还活着 差些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幸好幸好 莫渊毕竟也几十万岁 多少有些见识 少晚却是装着一番漠然的模样 稍稍后退了几步 我不是少晚 少晚早就死了 少晚倒是难得地自称了一回 我 只是这却是为了和莫渊迟着距离 白只给了自个儿儿子一个眼神 心领神会的白衣带着一帮小辈 悄悄离了狐狸洞 将这本该是他们家的洞让给了这群上古神底 莫渊蹲上少晚的步伐 不依不饶 抬手就要抱着少晚 却被少晚一个侧身 躲开了 上神自重 告辞 化作一道红光 就这样草草地离开了 说实在的 少晚见着莫渊的第一眼 是喜 毕竟是自己的心上人 怎能不欢喜 可是随之而来的世忧 他既然重生 罗族那边就比较难弄了 他入了魔 而莫渊是神 他们会有可能吗 给莫渊留一个念想 还不如亲手毁了这个念想 想来当年 这个计划已经实行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就放在今日吧 莫渊是怎么来的 大抵也就他自己知道了 不过这大约就是凡间的心有灵犀吧 要不就是哲言的涅槃引来的 毕竟哲言涅槃的动静 比普通凤凰不知大上了多少 更何况其实还带着少晚的涅槃 果然直觉不错 他却确实实地见到了少晚 见到了那个令他心心念念的女子 他对他太熟了 即便少晚再怎么装 怎么拒绝 他也是得出真假 哲言望了眼白纸 两人朝着东华行了个半礼 道了句告辞 一前一后就离了狐狸洞 一个去了十里桃林找他家的公狐狸 一个去寻了自个儿的几双儿女 让你的状态 有两只得比如果女人 我觉得有什么是 villains你骗开了的人 感谢观看